已经有超过一半人口完成注射疫苗的英国 原定在6月21号全面解封 不过这个计划最后被来自印度的Delta病毒给搞砸了 被迫将全面封锁推迟一个月 英国在Delta病毒肆虐之下 疫情再度大反扑 甚至传出有民众接种了两剂疫苗之后 还是染病身亡 这不免让人担心 到底打了疫苗之后是有效还是没效呢 正在这一点英国公共卫生局公布了疫苗 对Delta变种病毒的效果显示 辉瑞疫苗在注射两剂之后 对住院有96%的预防 而阿斯利康疫苗在对这个接种了两剂之后 对于住院有92%的防护 而根据苏格兰公共卫生局的统计数字 在注射两剂辉瑞以及阿斯利康疫苗 至少两个星期之后 两种疫苗对于Delta病毒的这个保护率 虽然是有下降的幅度 但是都还是保持在60%以上的保护率 好了 现在病毒变种了 疫苗保护率下降了 是不是说我们暂时不需要打疫苗 等到新的疫苗推出之后 我们采取接种呢 八点最热报采访了 马大医学院教授梅凤鸣 以及儿童传染疾病专科医生 包书正医生 还有病毒学博士徐慧仪 他们一致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其实只要接种了疫苗 某一种程度上 专家说还是有防护力的 所以有疫苗的话就要去接种 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防止感染 但是可以预防重症 并且可以让全国尽快达到群体免疫 阻止新冠病毒继续传播 我们的疫苗还是有效的 不要说看到英国三层的死者是接种了两剂 但是它的三层只是12个人 它总死亡人数是12个人 它不是几千几万死亡 就算他们有打了两剂的疫苗过后 他们还是有这种重症或者是去世的原因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 但是如果没有打的话 可能这个数据就更高 疫苗来讲它有超过50%的保护力 就已经是属于很好的 就是它可以救一半的人 如果是你没有这样的话 它其实就连一半的人都救不到 变种变异病毒株散播全球 受访的三位医生都表示 尽管面对变种病毒 疫苗效果减弱 但大家还是一定要接种疫苗 因为如果人类不仅快达到群体免疫的话 那么病毒就会继续变种 它传播越多 它就会出错 这个变种是他们出错 它出错 它可能会弄到它比较容易感染 它比较容易传人 有可能它也会变得更凶 它的症状会变得更危险 所以我们只要停止那个传播链 不要给它传播下去 虽然目前病种病毒看似来势汹汹 不过病毒学家徐混一说 从病毒学来看 病毒一般上其实是不希望造成他们的宿主死亡的 虽然病种后可能让传播率变得更快 但是症状通常会变得比较轻微 死亡率也会慢慢减少 我们生物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人会传宗接待 我们就是以身据来就是要把我们的基因传下去 不然我们就会像恐龙这样就灭种了 所以病毒也是一样 它也不想灭种 所以它会开始和人类慢慢和平共处 它会开始了解到 我不能够变得那么凶 变得那么凶 我的宿主会死掉 我的宿主死掉后 我也跟着死 因此徐慧怡医生告诉大家 听到变种病毒出现 不要太过慌张 因为这一切都在科学家们的掌握之中 其实科学家已经可以知道 它主要常变异的地方 这个S蛋白里面的地方会是哪里 然后他们就是专门注重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有一些地方是比较 适合适合的 我很相信因为毕竟我们是在研究病毒了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大家要对我们的科学家有信心 病毒变种的很快很厉害 不过人类科学家呢 其实也很聪明 已经想到了对策 已经研究病毒20年的病毒学家 徐慧怡 他就告诉八点最热报 全球各地的顶尖科学家 早就预料到病毒会变种 只是没有想到会变得那么快 他说请大家不要小看科学家 因为他们研究病毒这么多年 都已经知道病毒的习性了 只要发现他们变种 科学家呢 也会很快地研发新的疫苗 只不过过程中是需要时间去测试 才能够推出市面上去应用 徐慧怡说 这也是为什么每个国家要lockdown 要封锁 就是为了要帮科学家去拖时间 买时间 buy time 同时呢 也阻断病毒传染链 而我们人民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好本分 遵守好防疫SOP 尽量呢 能够不出门 人就不出门 这些都是身为人类的一个责任 那所以徐慧怡呢 也告诉大家 其实对病毒来说 当他们最后跟人类和平共处之后 我们就会变成我们普通俗称的那种流感 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严格来说 每一年呢 都要打流感的疫苗 这个道理呢 是相同的 只不过到那个时候 病毒呢 就不会再这么凶猛 死亡率也会大大降低 而人类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呢 面对的瘟疫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在一个世纪前发生的西班牙流感 还是今天发生的新冠肺炎 在科学进步 科技发达的协助之下 徐慧怡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疫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而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接种新冠疫苗 那么开心就会 burial Stewart 炎 猷炎 誓杈 那么 そう 然后